香港学校的校长联会警告 已经有包括学生在内超过14000人 移民了去英国或者海外国家 表示特区政府应该去检点一下自己 加强香港人的信心 很多香港的小孩移民去英国 经这个国安法一逼 未尝就不是坏事 因为第一香港本地就已经班级过于继密 长年一班就三四十个学生 名校都是三十个 很多就四十人 五十个 小班教学就乘机可以瘦身 第二 小孩在香港长期接受填鸭教育 益了补习天皇 现在连大陆都开始横扫补习社 多些香港的小孩早点就去英国疏散 进入英国的政府学校 绝对是一家便宜就三家着 第一香港特区政府 限制很多公共教育的资源 第二香港留下的先生 教书也都心情输长 不会那么怅 改卷和改作业的负担低了 第三 就是这一万四千个香港学生 去到英国 当然是会喜欢那里 开阔天空的读书环境 又不用去学什么基本法 国安法 国情法等等 所以你说是不是三寸其美呢 既然是这样 又有什么值得担忧呢 你学长的读书 下来